天黑情編 郭彥均大爆料 前女友竟然是吳一佩 我覺得一佩的距離很大 可是彥均一直在幫一佩去彥均 對 她是我前女友啊 我的天啊 我現在要趕快跟他跨 跨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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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集合了多位演藝圈的新生代主持人 由外景節目主持人郭彥均 曾彥鳴 高一琳和吳一佩 以及伶牙俐齒的許建國 賴維如 郭凍和劉真 這些見過各種場面的主持人 來到這個殺人遊戲 除了要有主片不經的主持功力外 還得仰賴他們口若玄和的專長 唯有生存 才能得到最後的萬元獎金 到底誰會成為主持界的第一把交椅呢 歡迎您收看天黑情編演 我是謝正午 我是安心雅 心雅有沒有當過外景主持 有喔 真的嗎 你喜歡棚內主持還是外景女士 棚內 真的嗎 我想曬 只是因為曬嗎 就是夏天在外面就會熱又有蚊子 然後就會可能這邊被釘被釘被釘 然後又熱又流汗 那要一直抓癢 我就整個快瘋掉 而且外景主持 基本上非常有冒險氾濫的精神 真的要吃一些怪怪的東西 對 而且時間呢 當然也拖得比較長 而且會發生什麼狀況 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那如果再比起來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電視台的主播就更好 因為我們主持還要站著 可是電視台主播也有吃過蚊子啊 吃過蚊子 對 那個畫面還真的滿經典的 不過好歹他們都坐著 大部分 對 比較舒服 對 比我們站著要好一些 真的 那今天在節目現場呢 為您邀請到的有主播 有舒服的 對 有主持人 也有外景主持人 對 然後呢大家呢 什麼樣的經驗都有 但是誰的經驗最恐怖呢 那我們先講最近的好了 儀佩 怎麼樣 有 泰國之行還好嗎 不好啊 都被抓去關了 應該是被檢舉啦 然後警察就來 真的就被抓到警察局裡面嗎 對啊 而且納豆那時候還很開心 還說什麼 他應該可以吃勞飯什麼之類 傻的 對啊 吃勞飯那麼高興 因為他說好像 你們要六百塊 就是 這是保釋的那個嗎 沒有 那個六百塊一天 一次只能花 一百五十塊一天 那可以吃一顆蝦餅嗎 沒有 因為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節目就實境嘛 然後一天只能花一百五十塊 OK 所以那時候我們抓進去 要在警局的時候 納豆還在 就為節目 為我們這個 這樣就不用花錢 你就可以省下 我們這一餐 我們就吃勞飯 我們就可以省錢 所以我們想要換我們護照 什麼攝影機 帶著都被扣留 我們才心想說死定 對啊 我就跟他講說 我不要吃勞飯 我只想出去 沒有 要吃勞飯就說 就跟那個泰國女朋友講 納豆 他一個人可以吃 我們三個人的勞飯 真的 真的 那如果到外景去的話 其實有很多時候 吃東西是滿恐怖的一件事 可是人家的盛情難卻 什麼都要吃 有吃過 很多蟲啊 然後什麼蜥啊 田鼠啊 然後蜘蛛啊 都吃過 蝙蝠很好吃 蝙蝠 對 蝙蝠就是觀島那個 不是觀島那個 水果蝙蝠那種 對… 超好吃的 什麼味道啊 超好吃的 雞湯的味道嗎 它其實它的味道 有點像是乳歌的感覺 然後它的肉其實不會很柴 我覺得還蠢 不會心啊 不會 有去毛嗎 沒有 整隻… 整隻在皮膚 有毛啊 整隻要從哪邊開始先吃 他們當地人喜歡 就柏梁他們那邊 當地人喜歡 是從他的頭 他把它掰下來 後來把他嘴巴這樣整個 你也這樣吃嗎 真的沒有心耶 好痛喔 我是不是吃他身體這邊 把這個先帶走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很大 可以是殺手嗎 對啊 我也覺得 好… 我算是在烏干島 有經歷過滿恐怖的 就是得虐疾 對 因為虐疾 它是算烏干島 致死率第二高的 是 然後它的症狀跟感冒一樣 會頭痛發燒 然後淋水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去大概第十天吧 就症狀跟感冒 完全一模一樣 然後到後面已經四肢沒力 然後就去醫院檢查 就證實是虐疾 就趕快在 因為我們要往南部繼續拍攝 所以我們就趕快 送北部回去治療 不然 因為他們有分七日虐十五日虐 十五日虐 十五日虐的話 就掛掉 那七日虐是 七天就掛掉 七天就掛掉 有人七天掛 有人十五天掛 沒有八天的 沒有八天可能半三步 那只是個名稱 他們不一定要這麼準 到七天 人突然就這樣 沒有 那麼七步 什麼寒夏七步 寒夏七步 寒夏七步爹 對 那我走六步就好啦 而且他們非洲蚊子 大概幾百隻吧 你根本防蚊液什麼 根本防蚊液都用 但是你說做節目 做到被人家拿刀砍 拿刀追 就不簡單了 我們被拿刀追 因為我記得 然後在新竹哪裡有一家店 他是賣米粉湯的 然後那個老闆有沒有 因為我們製作單位有去 就是先去諮商說 不好意思 我們是那個美食節目 我們可以來採訪 你們家的米粉湯嗎 然後他就非常的兇 就一直罵國罵 就是罵兩三分鐘 我們製作單位 就不敢講了 就馬上掛掉 但是我們製作單位很厲害 就是啊 就是越不給我們拍 他越後拍 然後呢 而且他們是說 那個 這家店喔 就是老闆 老闆可能情緒比較不穩 那你們兩個兄弟就直接去 然後我們就直接去嘛 然後去了以後 我們就說 我們哪裡來小DV 我們的小DV 就跟那個大DV差不多大 你小DV是上間 上間的小DV 然後呢 我們製作單位 很可愛的是啊 他是他怕被發現 所以他拿一個那個大的風 一把那個DV包起來 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鏡頭在最邊 你知道嗎 然後大太陽天還會反光 你知道嗎 很好笑 然後那老闆呢 就看到我跟我弟 他就認出來 然後那我記得 他應該在切瓜籤 還是大長頭之類的 倒… 看到我們過來 他就把我這樣子這樣舉著 就這樣 過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好危險 然後那個老闆 他是穿背心的 我懷疑他早上應該是有去 豬肉批發市場 去批肉 他的背心都是血 你知道嗎 不是 那是上一組來採訪的 那是上一組來採訪的 那是血 而且血還在低耶 好可怕...你知道嗎 然後呢 我就說 我說怎麼辦... 我們走... 苗頭不對 走... 然後製作單位就說 去啦...沒關係啦 他不敢丟啊 那家店是不是人用插槽包啊 那家店生意非常好 是喔 外面好多人都在排隊 可是他為什麼這麼兇的 不讓人家採訪 對啊 一般大部分的店 就是你願意採訪 就算我不接受採訪 你拍一下他也無所謂 因為其實我們有 在打聽他們鄰居 他們是說 因為這家店生意已經太好了 如果再來更多人的話 其實他們有被別的鄰居 就是被講過說 交通癱瘓啊什麼 別人沒辦法做生意啊 這種問題 所以他們就想說 為了鄰民的安全 就說不要抱好了 就讓我們當地的鄰民 吃一吃就好 就不要再去抱了 而且那個老闆 然後有點鬥雞耶 然後有點脫脫 你還剩人家重點 我希望老闆不要看 對啊 人家有在繳那一趟 對 再講 那如果這樣講的話 結果 當主播的時候 那感覺就是坐在那個地方 比較多 主播也很累耶 對啊 因為他很辛苦是 因為他還要一直補妝啊 你說你很累 你聽完人家講這些 然後你忘了對不對 然後都會做 要做又做三四個小時耶 像選舉的時候 或者是911的時候 坐那邊 痴痤都快做出來 我連續續還六個小時耶 對啊 情侶主播也做這麼久啊 不是...我之前還在 在友台播新聞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是 紅山軍紅潮吧 然後那時候是 攝影棚都決定延棚 是從11點一直播到隔壁 然後6點 總好過就是 有一些抗議的場合 到現場去吧 我其實到現場去耶 真的嗎 現場去的話 你會感覺有那種靈性感 可以跟人家磨蹭 不是... 磨蹭... 你喜歡跟著我 沒有人潮吧 你才會開心啊 我開心什麼 我像我們外景主持人 我們外景主持人 看到人群是會嗨的 對... 你最怕很多 最怕到沒有人的地方 對... 所以喜歡的人多嘛 對 人多的地方 對 情緒可以釋放出來 對... 但是你說要當主持 最好是十八般舞藝也都懂 譬如說 能夠跳到國內 很讚的那種國標 然後讓大家都會非常棒 對不對 對 首先那個要先送給 小五哥跟欣雅 我欣賞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謝謝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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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拍那個3D的 對... 現在這個也流行用3D喔 對... 尤其是捷舞啊 因為這個捷舞 我是特別拉到九份 跟101大的去拍 那我們那時候 就是在階梯上面嘛 因為有階梯 才會有景深的感覺 對... 所以那個MV是3D的 我拍得很辛苦 可是我覺得看到畫面 可是側面露得比較多耶 側面露得比較多耶 側面露得比較多 側面露得比較多 是嗎 上一圈火 你瘋啦 注意主播 這個角度看得剛好 你要不要攀露底 我有攀露底的 你有攀露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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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攀露底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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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情侶流氈 當然也是在棚內主持 比較多啦 對...我是棚內主持 然後呢 我覺得我主持 其實經驗也還滿多 那我覺得很幸福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有跟小五哥 合作過 對...我們合作過 對...然後那個節目 它其實是有關 法律問題的常識嘛 所以那三年呢 我不但賺到了主持費 還賺到了法律顧問費 對... 因為小五哥真的超好的 就是我們平常有什麼問題 會請教他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那個節目是一直演狀況劇 對...他一直演戲 劉真比較痛苦的是呢 沒事就要跟白雲演對手戲 對... 我就是會講這個 小五哥你知道 因為我在那個節目 白雲哥穿男裝 吃我豆腐就算了 他連扮女裝 他扮... 對 演媽媽或演大神 演我妹妹 演我姐姐 他都可以吃 然後他如果演... 你知道白雲就是這樣 他如果演爸爸 他演女兒白雲就會說 來 爸爸抱一下 然後我現在旁邊 他就... 爸爸抱一下女兒不行 結果不然發現 他演得極細狀耶 我記得印象最慘的一次 是有一次過年特別節目吧 我們要玩遊戲 那因為主持人 因為小五哥就是 因為小五哥是 我們兩邊對抗嘛 那我們就要就是先玩 主持人要先玩 結果就是他就是吸那個紙條 這樣一個一個傳下去 結果我就吸 白雲哥吸起來 他是第一個 然後他又傳給我 結果他碰到我這邊的時候 就掉了 然後結果他就嘴巴直接碰到我 對 結果就是打任何的一些 真的... 故意的 對啊 有沒有 故意的吧 這比夜集還可怕 對 這最恐怖的一段 真的 這是我所有主持節目 也最恐怖一段 但是他最幸福的地方 現在終於知道了 今天所有的最恐怖 最幸福的是這一段 沒錯... 很幸福的 那接下來這一段 也許對各位來說 就是比較輕鬆的 好歹不到棚外 大家都在這坐 而且坐的過程呢 你只要說說話 但是最重要的是 可能讓觀眾知道 你們大家是心機滿重的 因為只有心機重 才能夠存活得下來 存活下來 才有可能得獎金 OK 想清楚 怎麼樣才能存活下來 每場殺人遊戲 將有八位來賓參與 以抽牌決定三種不同的角色 代表邪惡方的殺手 以及代表正義方的警察和平民 遊戲分回合制 每回合分為黑夜及白天 黑夜來臨時 殺手將會殺害一位玩家 警察則可指認一位玩家 並預先知道該玩家的身分 白天來臨時 所有生存玩家在討論過後 可用投票殺死一位 嫌疑最大的玩家 當殺手全滅 則正義方獲勝 反之當警察全滅 則邪惡方獲勝 生存到最後的來賓 即可獲得獎金一萬元 出牌決定遊戲的三種角色 殺手 警察以及平民 而今天的殺手 是殺人遊戲的老鳥 郭彥均和許建國 究竟兩位老江湖 會把正義方刷得團團轉嗎 而兩位美女刑警 是劉登和吳一佩 新手上路的他們 會有出身之毒不為服的膽識嗎 第一天晚上即將來臨 緊張刺激的殺人遊戲 準備開始 準備 天黑 請閉眼 殺手現身 請睜眼 殺手 請殺人 確認 確認 因為殺薇如會 因為我覺得薇如是一個 我覺得她是很有殺傷力的 因為她長得太可愛了 我沒有辦法去分辨出她的身分 真正的身分 因為她長得太像小孩子了 所以我覺得她是最危險的 所以我就先把她給殘掉 就是這樣 在第一個晚上為什麼要殺掉薇如 理由很簡單 因為新人罵 要給她下馬胃 先殺 殺手 請閉眼 警察現身 請睜眼 警察 請指認 警察 請指認 知道這個意思喔 警察 請閉眼 天亮 請睜眼 妳那好像烏龍師喔 不必的啊 我怕你們動作太大 我要擾亂大家的聲音啊 可是我還是聽到耶 因為如果要是不睜眼的話呢 基本上耳朵會特別理 對 所以有很多時候呢 新亞就非常重要了 下次妳會幫她 她在這拉小提琴啊 都會出來 就是上帝讓我們看不到 但是她會幫我們打開 對 她會幫我們開另外一招 對 就是很多 OK 天黑的過程 總是特別的可怕 不管在國內 在國外 OK